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订阅 关注我们最新的视频动态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来到了Destatools的官方网站 接下来会带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 它的官方网站的主要信息 我们知道目前Uniswap成为DEX交易最大的平台 每天都有很多的代币上市 有不少人会关心最新上币的情况 从而获得最大的时间优势 从哪里可以看到Uniswap上最新的一个上币情况呢 目前Destatools已经实现了这一点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Dest是一个降低玩家之间信息差的 Dest数据类查询工具 它的最新功能可以追踪流动池的创建 添加和移除 通过使用Destool 可以第一时间检测Uniswap的新币动态 我们在它的首页上可以看到 一个查询的模板 以及它的热点配对 关于代币的热点配对 赞助商的信息 以及热点新闻的最新发布 这里可以看到它即将发布的最新的活动 IDX2.0 以及Muniswap Tools CoolCoin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来到它的流动池 在Uniswap上用户对于流动池的一个 关注也是非常高的 流动性池的增加或减少 也是重要的市场风向标 那我们在这个Destools上面 可以及时查看各个代币池的增加 或者是移除 如果出现大量的增加或移除 对于持有代币者来说 是值得关注的情况 那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最新的更新的上币情况 这上面显示的是最近一小时 那它其实是有最近一个小时 到以及最近四个小时的最新上币情况 那以下就是代币 以及时间 种类 价格 价值等一些常规的信息 在Pair Explorer这里呢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交易代币的质量评分 由于Uniswap是开放的 无需许可的 所以很可能会出现假冒的代币 诈骗代币的情况 在上面交易一定要谨慎小心 以免造成损失 那针对这个情况 Destools有一个score的一个评分功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介绍来说 目前Destools上面有15个不同的参数 来检测诈骗项目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此代币的评分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 关于它的一个信息的评估 交易的评估 持有者的评估 创建的评估 以及流动性持的一个评估 以及大家对它的一个信任度的测评为99.2% 我们可以看到投票者的一个票数是533 由此可以看到 Destools的一个代币评估情况 是非常非常的高 高达99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总量 每日的交易量 关于矿池的信息 持有者的信息 代币对实施的交易图表 这个是UnisWarp上没有的 实施的交易图表 对于不少的交易用户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它会诊视该代币对的整体流动性 日交易量 池中的ETH量 池中的某代币量 交易总次数 或者是ETH等于多少某代币 该代币完全稀释后的市值 总代币量等 有助于我们去了解 整个的一个代币的情况 那以下呢 可以看到它的代币的交易率 我们可以看到 它Dest这里展示了最新的529个交易 其中包括 卖出买入情况 显示卖出买入的价格 交易数量 一共有多少个ETH Maker等 以太坊的地址等 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助于交易者 及时把握当前的市场情况 BIG SWAP EXPLORE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些数额 比较大的一些交易情况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或者是增加交易对 在这边列表呢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个人使用账户 以及对Dest进行购买 我们点击这里 就可以转换我们的代币 然后连接我们的钱包进行购买 那这边可以看到兑换资新池 投标图表等信息 同样的下方呢 也有他们的首页 推特 等一些社交的信息 社交媒体的账号 我们来到了这个交易平台 来查看一下 我们的去中心化 Oracle DOR代币的一些情况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它的价格 市场的情况 以及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 可以在这里查看 交易量 成交量或者是市值上限 它的24小时交易量 以及大家这边的一个评价 时间 时间 价格 关于它的一个实施图表的信息 交易平台 那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赞助的交易平台 以及关于去中心化的Oracle代币的一个基本情况 可以看到它今天的价格是 0.247830 这是它24小时的一个价格 那它这个价格的交易量是 这么多个数据 300多万 它的价格下降了15.3% 在它的最新的24小时之内 过去的24小时之内 它的流通 供应量 是0 它的最大供应量为1亿枚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Uniswap VR是它的目前最活跃的交易市场 在CoinMarket 它这个交易平台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关于DOR代币的一个信息 可以看到它一个总览的图表 它的一个价格情况 关于DOR代币 它今天的价格呢 是0.246994 USD 这是它目前24小时的交易量为 为 为 400多万USD 那它下降了9.55%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目前的排名呢 是 2355 它是 它是下一代的Oracle System 一个Oracle系统 将会 通过客服 Oracle常见的问题 通过聚合多个Oracle的来源 信息源 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给区块链 从多角度带来信息 以消除可能发生 在一个或多个预测上的 偏见或者是操纵 那DOR它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工作 具有动态信誉和频分系统 允许用户根据收局 根据数据收集期间的行为 增加或降低三个Oracle的一个检测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网站的信息了解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